好了,WaterFast第十一天 為什麼現在在床上呢? 不是因為很辛苦,只不過我懶著 就打算在這裡做幾分鐘,不是太長 今天起床的時候都不錯 昨晚睡得多了,我深層睡眠 剛過了一小時以上 所以就比較好一點,沒有那麼晚睡 今次起床的時候,其實想睡久一點 因為我六點多,差不多七點醒,有兩天 但今天兩天都沒用,兩天到八點多 都完全沒機會再睡,那就起床了 喝點水之後,就在家裡想找些東西來做 現在我會做了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種東西 無論是花、食物、看得的、吃得的 我也喜歡種的 但因為我們種東西的季節很短 只有三個月,這裡很冷 所以如果你想種一些東西可以有修成吃的 你就要好早開始 那既然外面這麼冷,你怎麼辦呢? 我就在室內發芽 發芽之後呢? 還有一個小小的杯就是發 等它開始長大的時候 每隔一段時間 那棵東西大一點的時候 就放進大一點的杯裡 然後再大一點的杯 就等到五月尾呢? 那它就大到可以放在一個盆裡 就拿出去了 就在室內那裡種 在室內那裡生 那生到九月中、九月尾呢? 那我們的季節就完結了 所以呢,我自己是很喜歡種東西的 那種子那裡,我覺得是 那種子那裡 你也覺得是沒有什麼生氣的 那種子那裡 當你種出來 長大 可以看到一個生命的成長過程 和甚至可以收成 我覺得是一個奇蹟來的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種 那今早呢,我就是有一堆小的杯子 那一堆植物已經大的那種杯 即是叫Outgrowth的杯子的時候 我決定大約有12杯子 我要將它升級它的尺寸 所以我決定我老公去走路的時候 雖然雙手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手現在都可以用到 但只不過是不可以咬某個角度 所以我自己升級了12杯子 做完之後老公回來 我看到外面就開始有少少太陽 它不是猛太陽 只不過是有些雲 後面有少少太陽 我就跟她說 不如你幫我擔一些草地的椅子出去 我就出去坐 雖然今早已經十二、三度很亂 通常我自己已經穿短袖衣、穿短褲 但當人沒有什麼脂肪的時候 就很容易冷 我就抱著一張被子出去 曬太陽 除了鞋 踩草地 坐在那裡 大概看看YouTube的東西 然後坐了一個多小時左右 我就回來了 那些電影就少了很多 今天就沒有搖得那麼緊要 然後我就準備一份生日禮物 給我一個鄰居 因為她六十大仇 那她有請我去參與她的生日聚會 那我就要準備一份禮物 自己上網就刷了一張生日卡 然後我就帶她去那裡 那我由出門口去她那裡 其實真的兩分鐘都不用走 因為她的鄰居 走幾間屋 但是走了二十幾分鐘才到 為什麼呢? 不是因為我辛苦 只不過呢 今天是暖的時候 很多人都出來了 那我一出門口就看到 兩間屋以後的一個鄰居 就帶狗出街 那她看到我呢 又聊天啊 去問我問題啊 就是很多事情 那接著我說 啊 講完之後 我說要走了 我遲到了這樣 走了不久 兩間屋又見到另一個鄰居 她就準備搬屋 那她又問我了 好了 結果都是又請辭了之後 再走不夠兩間屋 有另一個鄰居出來 就說原來呢 她做東南亞旅行 剛剛回來 那我是教她 整她花園的東西 那她又沒有問題 結果真的整二十幾分鐘 才走到最後那家屋 去跟別人喝酒 那去到的時候呢 她有很多朋友 有十幾輛車 在那條街上拍了 那她就介紹我 其中兩個朋友 我除了她們兩夫婦之外 那我就不認識其他人 那我就認識了兩個生的朋友 就跟她們聊天 當時呢 她們的大廳裡面 有了很長的桌子 擺滿了所有的食物 那我就不走過去了 因為其實知道自己不能吃了 那我就跟她們那幾個 站在廚房的角落看 就跟她們聊天 那我這個鄰居朋友呢 就介紹我給她們兩個朋友 就說 我對中野很有心得的 那你有什麼問題問她 那她們就 哎呀 那我問很多問題 那我跟她們聊 聊完種花啊 就是種菜啊 那些之後呢 就大家聊聊 就是在這個省住的經驗之類 那到做了四十五分鐘左右 那我就有請遲了 要回家了 那就說完拜拜了 我就回家了 那到我回家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覺得累了 因為今天是比前幾天做多很多 前幾天就是睡床看電視的 就是看DVDs的 那回到來呢 我就累了 那我就回了房間 坐在這裡 就開著個暖爐 因為真的 雖然十幾度呢 真的會動 因為如果你沒有脂肪 那真的會動 那我就 然後呢 我就 開始上網 找些東西看一下 但是看到不夠一半 那我就睡著了 我睡了 大概半個小時 甚至四十分鐘左右 那 剛才大概半個小時之前呢 就醒了 那我就 坐在那床那裡 想著 去不去那個書房那裡錄呢 那 但真的實在太懶了 那所以呢 我就想著 算了 在那個床那裡錄吧 沒有所謂 那 今天呢 就真的不是很辛苦了 那 好過昨天 和前天很多 嗯 小小肚餓 特別在鄰居那裡 看到這麼多食物的時候呢 就不多不少 有小小肚餓的感覺 但是不是太過難了 那 今天我做了這些 那麼多瑣碎的事的時候呢 我的啟發是什麼呢 我覺得呢 其實有很多事情呢 我們現在這樣的狀態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很專注於我們自己的狀況 或者我們擔心的事情 其實呢 這個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我們是忽略了的 在我們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似乎是沒有什麼精神 或者沒有精力去想它 我今天坐在花園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 雖然那個天 都是暗 不是說藍天白雲 但是呢 我看到那個 那個 那些白雲後面有個太陽 在我的臉上是暖 我看到那些樹呢 就來開始生樹葉呢 看到草地有少少綠色的跡象呢 其實 我是很感恩 我覺得 這個世界真是很美好 雖然有很多事情 在我們現在看到的 覺得非常之混亂 還有呢 好像很無助無奈 這個世界 亂七八糟 無論在政治文化 或任何事情上面呢 我們覺得 好像很絕望 加上我們自己本身 已經有很多恐懼 還有很多我們 都不知道我們自己的前景是怎樣 那由於這些事情呢 在一、兩、兩的積累上呢 我們每天所見到的事情 我們每天所想到的事情呢 就變成很負面 每一件事都很負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可以集中精神 想一些正面的事情 那我就想 今天我所做的事情呢 其實對於我自己來說是一個好事 因為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雖然是很小事 我只是upgrade 十幾杯小植物 坐花園 脫鞋踩草地 去跟別人 去幫別人 賀仇 聊聊天 跟別人分享我自己的心得 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對於我來說呢 已經是很大的意義 因為現在我們所做的事情呢 可能是很少的 雖然我們想覺得 只是希望我們可以拯救世界 可以改變現在呢 這麼差的環境 還有呢 我們看到身邊的人都很慘 無論你住在哪裡 現在任何一個國家 每一個地方呢 我們都會認識一些人 是經歷得很慘的事情 或者我們自己有些很不願意的事情 這個世界我們覺得 怎麼辦呢 經濟有問題 又說要打仗 食物可能又不夠 總之很多每天都會有這麼多的事情 令到我們呢 是很煩 而且會加一些恐懼給我們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我們不可以 有能力去改變這個世界 我們根本沒有這麼可能去改變這個世界 我們不可以為這個世界 選擇去做一些正確的事情 我覺得這些不是我們的使命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做些什麼呢 我們選擇就是 我們可以釋放一些 正面的能量出去 無論這些能力是多小 就覺得是多不顯眼 或者我們叫做insignificant 我們未必放這些能量出去呢 是幫到其他人 或者幫到這個世界 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們做這些很小事 會不會幫到其他人 有多大的影響 其實我們不知道 可能很少 可能沒有 也可能很大 簡單來說 譬如一個人已經很絕望 他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見到他 他覺得已經是 覺得自己不存在這個世界上 可能就是因為你看到他 你跟他說Hello 你跟他過早晨 說幾句話 讓他覺得 原來這個世界上 還有人知道他存在 有生命的意義的 可能你是那一步 已經改變這個人 很多 因為這個人已經很接近一個 放棄的心態 但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可以把一些小小的正能量 無論多小都放在這個世界裡 我們不知道 幫到人有多少 幫到這個宇宙有多少 但是會幫到我們 因為我們每一次去 輸送一些正能量出去的時候 同樣的正能量在我們的身裏 在我們的心靈裡 是開始滾動的 如果我們可以做小小的事情 無論是多少都好 這些正能量在我們身裏滾動的時候 也都能夠幫助我們自己的身體 和心靈去療癒 所以不要小看一些這麼小的東西 我跟別人分享我種花的心得 我買一個小小的禮物給我的鄰居做生日 當我走出門口 看到我們其他鄰居 他問我什麼時候 我回答他們 已經是做了一些 雖然我覺得微不足的東西 但是我們已經是 我已經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面 去輸放了 釋放一些的正能量 在這麽 那麽 那麽 千奇八怪 那麽好像完全沒有希望的世界裡 做了我應該做的本分 我覺得心理舒服很多 亦都沒有那麽辛苦 所以記住 從小事裏面 去找出一些大的意義 無論對別人 對自己 都是一個好處 對這個世界 對這個宇宙 是幾大貢獻 我們不知道 但是一定有作用的 今天呢 就是我和你分享這個訊息 明天會繼續再說 明天見 拜拜